天气早晚都凉了 给三百穿了件衣服 这衣服还是稍微有些大 最淘气最调皮的就是这三百 他穿上衣服也很容易脏 因为哪里草多哪里土多 这小家伙就喜欢去哪里 而小五百呢倒是挺安静 穿上衣服呢也比三百要干净的多 五百去年的衣服洗了还没有干呢 等干了之后再给他穿上 这时间过得也很快 三百是去年十月五号的时候 给他救助回来的 今天是二零二三年的十月四号了 整整满一年的时间了 到现在自己还清楚的记得 和主人分开的那天 三百是多么的不舍 三百当时非常的不舍 和他的前主人分开 可能他的前主人遇到了什么难处 也没办法收养了 当时如果自己不把三百救助回来 这三百十有八九 也会上了收肉狗的狗肉车 因为他的主人当时是已经问好价格了 当时自己是去找南瓜 南瓜没找到 又把三百给救助回来了 三百当时的名字叫豆豆 救助回来之后 才改的名字叫做三百 一转眼三百救助回来满一年了 这一年也不能说三百在这里生活的多好 但是三百在这里能够吃饱 也能够穿暖 因为救助的毛孩子多了 并不能像家里养一只两只 那样照顾毛孩子 照顾的那么周到 但是无论对哪一个自己救助回来的毛孩子来说 自己都已经只尽心尽力了 希望三百以后的生活能够永远幸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